玉里镇观音里的高辽以及独告尔两大部落聚会所公社环境不佳 接获族人反映的县议员林玉芬 也积极的向上争取 获得县政府的支持 而在开工说明会时 独告尔部落的族人发现 公厕改善的设计规划与当初提出的需求有所出入 在与规划公司县政府三方讨论后决议 依照族人的需求重新变革设计 并且尽快在八月部落封年季之前完工 先议员林玉芬争取改善玉里镇观音里高辽以及独告尔 两大部落聚会所公共设施与环境 获得县政府的支持 开工说明会时 部落头目干部以及明代也都到场关切 就高辽部落聚会所改善设施项目都很满意 至于独告尔部落族人期待已久也备受部落关注的聚会所公厕整治改善计划 族人发现设计规划与当初讨论需求 有所出入引发族人的关切 现场极力表达部落族人的诉求 我们哪孩子归哪孩子进出比较方便 因为你都同一个地方的话进出 进出不方便啊 有的时候他们有的论理上去 等下来全部擠在里面 独告尔部落头目 阶层干部以及妇女会等 极力争取表达立场 县议员林玉芬协助力争下 与县政府和设计师讨论 最终三方达成共识 希望未来能够再做这个部分的 所有的一个修丧改善 让我们的聚会所美容美奂 然后让我们的族人能够在很安全又很舒适的地方 能够开各项的会议 然后做一些我们的丰年祭仪 县政府与规划公司在克服建筑结构安全 以及法令规定下 也依照族人实际需求将重新变更设计 并且也会尽量赶在8月份 部落一例性年纪之前改善完成 记者是玉兰玉璃镇采访报导 年纪절 � II 制裁